我覺得另一個是在職場上 或者社交上也是 有時遇到一些跟文化背景不同的人 有些文化可能是你不理解的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你可能首先要保持開放的心 去接受大案 因為其實文化差異是沒有分對與錯的 沒錯 只不過是地方的雜座 傳統就是這樣 所以你不能說你這樣 其實沒有分對與錯的 如果不涉及在道德範圍上 所以我覺得為了令自己 也不要那麼井底之歪 有時你可以禮貌地去問 打開一個題目 聽解 為什麼會這樣想 其實你有友善的方法去問的時候 別人都會願意分享 就像如果別人問我們 為什麼會這樣做 我們都會願意分享 沒錯… 所以就保持開放的態度 如果有很多禮貌地去問 反而你會學多了很多東西 我突然想起… 是 因為我們剛才的部分 也有提到一些比較特別的文化 差異的例子 我又可以分享多一個 因為突然出現了 就是大家都知道 正常普通的埋葬親人的方法 無論是中方或西方 例如土壯或最近比較新穎的 就是海撒 海撒 或者向空氣撒 我聽過一個比較特別的 就是西藏有一件事叫天壯 什麼叫天壯呢 就是他們會將過世的親人的身體 就放在一個… 你知道西藏很多都是草原 很廣闊的 就放在一個可能比較… 就是海拔比較高的地方 就把屍體放在那裡 他們就會任由親人的屍體 給一些禿蠅吃 我聽過這個 他們覺得這件事是… 尊重他們的長輩 令他們可以回歸大致 其實是否一個圈圈 再貢獻給他們… 貢獻, 對, 類似類似的 但是如果你走… 你現在知道親人在哪個位置 你會否走過去看的時候 會否害怕 我聽說過 他們真的是宗教的儀式 有個Namma會在那裡主持 他們說他們還會計好時辰 就是去計算 有一次我有個朋友去看 他說他看到太陽升起 剛好就在那個… 跟月亮在一起 是不是月食? 對, 就在他的中間 對, 在他的科技中間 我不知道是計好 還是偶然出現了這件事 所以他說他看完這個儀式 他也覺得… 很有感覺, 是嗎? 對, 他很壯觀 對, 但跟亞洲的那種… 要保存屍體的完整度 對… 很不同 但我也想到另一個東西 就是說… 我聽說因為我沒去過俄羅斯 其實我不知道 我們平時在街上見到不熟悉的人 都會是微笑以待的 對, 儘量都是友善 但俄羅斯 你對著陌生人微笑是不對的 是會覺得你很沒禮貌 那… 為什麼笑我? 難怪有時候我見過一些俄羅斯 這支俄羅斯的女生都很漂亮 然後很多時候見到 十個、九個的臉都是這樣 所以就很模特兒樣 對… 可能習慣了 平時在街上已經在做模特兒 其實他們是不是這樣 就代表他們是公平? 可能… 正常 因為可能他們會覺得 你笑得很詭異 就覺得你是不是對我有什麼… 不詭異意圖 對, 為什麼對我有情緒 嘲笑 對, 所以可能… 對, 但你會覺得很有趣 因為俄羅斯是西方國家 對 但我們平時知道的西方國家 也很友善 是 所以原來很近的地方 他們也有差異 所以我覺得要了解文化差異 其實也是一個課題 是 如果掌握文化知識越多 你去到任何國家都可以如如得水 其實這樣說起來 我又想起一個 是 就是說服務費 就是我們小費 是 其實我們香港 一直都包在裡面 10% 對, 那個10% 有嗎? 有 實在太有錢了 你真是溫室長大 完全不知道 有10%的服務費 這個是製作者 我知道, 加一 對, 加一 你說加一 我們說中文 加一… 加一服務費 我知道, 我知道… 加一服務費 我知道… 在美國他們沒有的 是 多數是隨身付 主動這樣付 對, 所以這個就是文化差異 但是你知道意大利是不付的嗎? 因為他們覺得付是不尊重的 就是他們覺得… 你付錢吃法服務是很好 你付錢是不是看不起我? 對 施捨覺得 對, 他們就覺得… 你是不是覺得我沒有錢? 這樣就不喜歡 對, 所以我很想去意大利 可以省下那10% 但我其實也知道 有些地方的小貸 是很… 很貴 很隨心 對, 英國 對, 但那個隨心 又不是太隨心 就是會侮辱你的 你付多少 即是你付多少… 即是它所謂的 就是你可以隨心付 對 但如果你付太少 可能有些待會員就會… 就會取得你 對, 為何會付這麼少 對, 其實我覺得 這是一個心理戰 所以真的想不到原來連結帳 都可以看到文化差異 沒錯 所以各位如果不想 下次去旅行的時候 發生任何的… 小衝動 小衝動的問題的話 那就要好好惡保一下 你們有關文化差異的小知識 我們今集就差不多了 下一集再和大家… 周六聊天告